这是比达兹还要赖皮十倍的人 生命值飙到十万点一胆性 有马对决赌亡 有马先攻 里策守备灌兽 覆盖一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查理 永续魔法惩罚游戏 效果一回合一次 制出骰子 如果出现六 生命值将变成五倍 也就是两万点生命值 反之出现其他数值的话 将恢复到发动前的数值 有马不信了 六分之一概率谁怕谁 这一刻 序列卡的力量启动 帮助查理扔到六 两人惊呆了 查理的生命值瞬间飙到两满 你他们要比达兹还赖呀 召唤雄伟小丑 攻击力零点 攻击里侧守备怪兽 翻转召唤三龙十人 防御力1500 这一瞬间 启动雄伟小丑效果 扔一次骰子 如果是六便将对方的怪兽破坏 反之自身破坏 又来了 永远是六点 击破三龙十人 好家伙 那张卡比城之内还厉害 有马不信邪 魔法卡对赌搞起 怪兽饺子机 效果将同三我魔术式等级的怪兽除外 然后抽牌组抽卡 如果还是等级四就可以召唤上场 但如果是以外的卡 便要将抽到的卡的和选择的怪兽除外 玩的就是刺激 愚蠢 运气现在在我这边 抽卡 是三龙巨人 不对 是三星的女孩 好家伙 两张卡瞬间除外 有马只能结束回合 这样下去的话 有马的胜率只能是零 轮到查理 永续魔法惩罚游戏 无敌的六点 查理生命值飙到一万 魔法卡解放变化 搭配魔法卡灌兽剿服机 秀儿 当面尚可 选择的是领主7 除外同等级的小丑 抽出一张卡 又是骰子领主7 等级唯一 特殊召唤上场 接着还有 查理通常召唤的机会还没有使用 通常召唤第三只骰子领主7 其效果可以通过扔骰子 让等级上升骰子倍数的数值 我的天 这是出老千的节奏吗 有马下尿在地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骰子领主的等级变成7 将三只灌兽作为叠方素材 超量召唤幸运条纹人 就是这张卡的力量 让查理获得无限幸运